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一次讲到功的定义 我们知道功呢 还有正功 要护功 要灵功 这个弯是等于正 力与位移的内积 它可以写出 力F乘下S 乘下 这两个向量夹角的余学函数 我们暂时已经讲过 正功跟复功 就决定在力跟位的夹角 这个夹角小于九十度 就是正功 如果大于九十度 就是复功 而如果等于九十度 就是灵功 灵功还有好几种 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力 很力 我们梦想不怕成这样的 力 而位移 从这里到这里 位移 如果是九十度 如果这个角 是九十度的话 那这个弓是灵功 它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力 揹这个武器 但是没有位移 你做的弓也是灵功 就是灵功 哪一天你家门口 一部大卡车 你家门口 一部大卡车 你家门的车子出过来 你用力去推这部卡车 你老上接到中午 一定用力追 但是接到中午 那你做的工作是灵功 就是灵功 那现在我们再讲一个定义 叫做总工 什么叫总工呢 总工就是作用在这个物体上 所有的外力 所有的外力 都考虑进去 每一个外力做的工 都考虑进去 有总和叫做总工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物体 做哪一些力呢 我们先看它的高距离 这个是我们拉它的力 那么这个接触面里面 它有monoforge 正向力 还有如果这个物体在动的话呢 它会有滑动的摩擦力 我们讲这几个力 一二三四 它做的位移是S 于是 我说什么叫做Pover 来 我们用这句话表示 它就等于 S力 所做的工 加上 重力 所做的工 加上 重力 所做的工 加上 重力 重力 所做的工 做的工 每一个的力所做的工 都考虑进去 加上 重力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大家都知道 S力 所以我们可以把力 把它 放在一起 然后 它 拿出来 这个工夫里头是什么 就是这个物体 所受的外力 合力 可以写成 冠军的合力 所以 总工 它一个定义就是 每一个外力 所做的工的总工 然后 它也等于是 最后 在固体上 合力 所做的工 这个叫做 记起来 在定义的 以后 我们都常常 可以用到这个 定义 那么 这个 External Force 的合力 我们 在讲 牛顿第二定义的时候 说过 你可以把它 写成 Net Force 尽力 就是 尽力 会用在固体上的 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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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拿 这个 例子 来看 这个例子 来看 就是我不是在看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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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S的夾角是一百八十度 意思是等於不等 我們可以把這個共同項提出來 我們它就是等於 我才是一個 解一下 會必須存在 那這個是合力做的工 也是每一個力所做的工 現在我們就要談到 有時候我們作用在物體上的力 它的大小的方向都可能會改變 那就是說我們用的力 不是一個定力 而這個物體在行進的時候 也不需要走直線 那就是它的位移 位移時時刻刻 在改變 就是不是一條直線 每一個區塊時間的位移 大小的方向都會改變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怎麼求它的功呢 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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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 我做的功 我們講 我們講 有一個物體 它被一個 不是定質的力作用 它所種的木線 是一個 官區木線 就是這樣 在這一條線上 那麼它在認識的一個時刻 它所受的力 我們講的就是這個方向 但是這個力 在這一瞬間 就是這樣 下一瞬間可能大小的方向都改變 那麼在這一瞬間 它有一個位移 在斜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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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斜線 這是一瞬間 下一瞬間 下一瞬間又變得了 對不對 好 那麼我們假定 這個物體 所以這樣的一個物體 可以用嗎 從A點 到B點 這個變動的力 所做的功能是什麼呢 那你現在就不能用這樣的一個簡單的式子 就把它算出來 因為它的力也不是定值 它的S也不是一個直線 所以呢 沒辦法這麼做 那我們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 我們可以把這個路徑 分成無限多的小小段的 所以說 我們可以把它更多 化大一點 還是會更多大 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其實這個每一個區塊 都是趨於無限的線 好 那麼我們可以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原作這個區塊 好 這個時候的力呢 我們假定 它是這個方向 來往 好 這個方向的 七線方向的 位移是 ΔS1 好 然後 第二塊 裡面呢 有 F2 ΔS2 好 那麼從A到B 它做的功能就是等於 F1 DOT DEL S1 再加上 F2 DEL DEL S2 因為 無限多的 就是無限多的 加起來 因為 這是無限多 無限小的量 加起來 在微分裡面呢 就變成 七分 就變成 七分 當這個 DELTA S approaches 0 之後 你把這個加起來 它就是 一個七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任意位置的一个例 到任意位置的一个 Bs 那么从A点到B 从A点到B 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价 Ds跟F的夹角是θ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写成F 乘算cosθ 乘入Ds 那么Fcosθ是什么呢 Fcosθ就是 它在这个 位置的方向的分量 这个功能 F 我们可以使用F conventional component 因为它跟Ds的方向 那就是在切线方向 那就是切线方向 那就是切线分量 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写成F conventional component 从成算PJ 从A到Lin 好 现在你们记得 看过的Lin 我做的功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那么还有就是 可以写成切线来 分量 P 成像C 那么这个积分 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积分的意思是代表 不理运动的轨迹 比如说就是不理运动的轨迹 那这是它所受的 angential component 控制 那这是它的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把 这个是从A点到B点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 我们看哈 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做一个Delta S1 那么它的力是F1 好 Delta S2的时候呢 它的力是F2 F1 F2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中的面积 就分成一个小小小小小的 长条状的小面积 这些面积 如果都无限小 就是说我们取的这个Delta S2 小得不合了 那么这个当中有无限多个这个小面积 那么这些小面积 加起来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从A点到B点 这个当中的面积 所以我们说这个面积啊 那就是等于2D 乘上DX 从A到B 这个就等于 曲线下部阵段的阵积 我就简单写 就是这一段的历积 这个是功的定义 那么因为这个力 它是 变动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常常啊 就是说你这两个力 如果 要能够就 力跟DX 搞得起来要积分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力 跟位移的关系 如果力跟位移的关系 或者力是什么样的一个函数啊 你都不知道的话呢 那这个积分是没有办法积任 那因此我们首先就是要 用这样的一个维分式 先做 先处理这个力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次分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 做变动的力 你要先求 Velta W 它是等于 力 然后你再做 它的功 这个力 功的是要指 这个力做的功 就是在土地上 你们有好多力啊 你要求的功 是哪一个力做的功 要注意 或者是说 所有的力 做的功 跟总和 但是 你也要 准于 这个是总功 然后 我们再 这个是 积分 那才能够 取出这个 问题来 好 我们先注意这个 我现在取的力 给各位看 我们把图画在这里 图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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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圆调的 一个 质量为 M 这个绳子很细 很细很细 我们当作 它的质量 可以不济 那么 当这个问题 自然下垂的时候 你不去用力去垂 它就自然下垂 它就自然下垂 它受力行 你自然下垂 好 现在我们讲 比如说 我用一个力 这个力是在水平的方向 水平的方向 如果用力 它要满足这个结果 就是说 我慢慢地把这个物体 离 像 比如说 我跟神的连续 在水平方向拉开 你不要拉得很快 慢慢拉 那这个物体就慢慢慢慢地上升到 最后就摆到这个物体 最后被拉到这个物体 最后被拉到这个物体 那现在我们要 移位 这个 秘 秘 做的秘密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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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纜 点 很像 秘密 秘密 最后的这个较 我们继续 field 这个함 Druck 现在我们看看 这边是用的 所以平面 将词点 缓慢 然后A点 8字B点 求X的勾奏 to work on X 现在要怎么做 同时想到分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这个是 密心的变动的力 这个力不是定值 我们缓慢地把它拉过来 每一次都好像静止一样 你在这个地方不要拉它 不要用力 它就用这个力 你要把它的角度 有一个角度 你就要多用力 你角度越大 你用的力要越大 它才会好吃 这个力 所以这个力 是变动的 它的路径也是一个曲线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 要先用最好的动作 那我们做的程序 是这样 你们要记住 做一个问题的方法 处理一个问题的方法 一定要记住 那我教你 你回去做习笔 就要严格遵守这个方法 去做 所以当你做熟了以后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方法 你自己规茫出一个方法 都可以 而且你在劣行的时候 不要照我的东西去做 那么这样你才可以得到教育 首先 我们就在A点和B点的当中 随便找一点 就是说 在那一个位置 它在这里 这个是什么位置呢 角度就是C 然后 在这个位置 你把这个指点兽的外力 画出来 那现在又是画外力了 第一个考虑 超距离 接触力 然后考虑什么力 接触力 什么东西跟它贴出啊 这条续绳子跟它贴出 所以绳子有一个力 指点就是它的扎密 然后 我们在这条综子 我们再加并在那边 OK 还有就是我们拉的力 拉的力 拉的力 拉的力呢 是在零方向 但是它的大小会变得拉的 这样 然后,你F放出来 BS的话 BS就是它的瞬间的位置 这个就BS 这个方向 BS BS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夹角 DS跟C的夹角 就是C就是这个 因为DS牵线方向跟半径为直 水平跟这个 牵纸线为直 所以这两个角不是相等 就是不符 它们都是锐角 不可能不符 那就是相等 就是相等 那现在呢 我们做 首先 选这个 DW 要等于F F F 那记得 几分 几分 靠里面 如果是向量式的话 没有办法积分 为什么呢 因为 它积分就是表示好多好多个向量 加起来 好多好多个向量 我们要求两个 我们要求两个 我们求向量盒的话 一次只能求两个 你不能一次把所有向量盒都求不来 好 我们以前讲向量的时候讲过 所以你就不能够一次把它加起来 那你就不能够一次把它加起来 那你就不能用这个积分划 一起把它加起来 所以我们要想积分的话 首先要把向量去掉 消除这个向量 怎么消除它呢 如果你知道F的方向和Ds的方向 就知道这两个向量的甲甲 你就可以用内积把这个算数 它就是F的大小 乘cosc 乘Ds 那这个时候啊 它就是存量了 就变积了 或者说呢 我们把这个里头 我们画一下以后 它会有这个样子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你现在先内积出来 内积出来 它就等于什么 F乘上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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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